事情是这样的 前不久我的首页上刷屏了一条微博 说 很多我们以为是常识的东西 其实都是任天堂的专利 包括十字键专利 跳起后空中按方向键微调落点什么的 有些是挺有名的 但是这个电池的专利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我好震惊 就去查了查 查完更震惊了 不太对呀 考虑到这条微博获得了4000多转发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纠正一下 消息的源头是 This is game 是一个韩国网站 这篇报道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链接 里面写到的很多专利 也没有其他网站报道过 没办法 我就只能自己根据图片 去寻找他们每一条的专利备案文件 689 我都有找到类似说法的专利备案 但剩下大家觉得比较离谱的 确实比较离谱 第七张图 干电池盒的弹簧和卡住装置 看字面的话容易理解成 弹簧干电池仓的设计 但其实这个弹簧干电池仓的设计 并不是任天堂的专利 任天堂确实有一个电池仓的专利 但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电池损坏 第二张图 战斗画面屏幕周边显示角色信息 这个就是看图说话了 别看这个图上画了林克和骷髅 但它其实是任天堂的恐怖游戏 Eternal Darkness 永恒黑暗的Sanity System 其实就是散植系统 当主角遭遇到恐怖生物和场景 根据玩家的准备程度不同 Sanity System会有不同调整 第一张图 3D游戏里 当有障碍物挡住了角色 会让角色显示成轮廓 任天堂的专利 是让角色显示成阴影 考虑到专利法力 只要有一点不一样 就不会被认定为侵权 所以不太能够混为一谈 其实吧 类似的专利 世家有一个 在3D游戏里 障碍物遮挡角色 障碍物变半透明 Konami有一个 邪腐视角游戏 角色被墙壁遮挡 墙变透明 这个专利2016年才过期 坊间有一个传闻 因为这个专利被注册 所以2016年之前的3D游戏 遇到被墙阻挡的情况 只能让镜头快速转向 经常穿透角色 所以他们卡视角的时候 也会骂 这个3D视角的锅 给Konami背可能有点冤枉 但是专利恶霸的称号 戴在Konami的头上 那是摘不掉了 把Konami放在Google专利里一场 好家伙 有三万一千多条专利词条 任天堂只有一万八千多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去了解了一下Konami 就发现 他们好爱拿着专利去起诉别人啊 你们听说过 在互联网还没有兴起的时候 Konami用一份名为节奏游戏装置 节奏游戏方法及操作装置的专利 大杀特杀的故事吗 故事要从诞生于1997年 街机厅的音乐节奏游戏 Beatmania 说起 当年Konami对它的定义是DJ模拟器 用一只手控制打叠 一只手控制按钮 虽然Beatmania不是第一个音乐节奏游戏 但它是最早的把音乐的节奏 放在一条时间轴上排列 让玩家看准时机按键的音乐游戏 这个玩法基本上能描述现在所有的音游了 我们现在所有熟悉的 不论是Sytos Osu 还是DJ Max 他们的根基都是Konami的Beatmania 它正式打开了音乐游戏的市场 开放了这个品类 它的成功让Konami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 欣喜之下 它立刻就跑去注册了专利 不是专利 这好多专利 好多好多专利 接下来 音游就进入了Konami的统治时代 可能他们是觉得自己发明了音游吧 几乎起诉了2010年以前 所有能入得了一眼的同类游戏 只有太古达人和应援团 这样差别很大的游戏能够幸免 Jellico的VJ Visual & Music Slab Harmonix的Rock Band Namco的Guitar Jam 都被起诉了 庭外和解 但有一个是例外 开发了Easy to DJ的Amuse World 2007年韩国法院判决 Konami胜诉 勒令Amuse World停产该游戏 并支付110亿韩元赔偿金 然后 Easy to DJ的开发成员 独立了出来 另开了一家公司 叫Pentavision 在Windows开发起了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游戏 DJ Max 它最早把音游从街机厅 带到其他平台 让国内大部分元祖级音游玩家 玩到了PSP上的 DJ Max Portable 故事有点长啊 小朋友们可能要睡着了 但是精彩的来了 Konami又把他们给告了 这平台都换了 怎么又被盯上了呢 打怕了打怕了 平外和解吧 从此Pentavision 每卖出一份DJ Max 就要给Konami一份专利费 还把DJ Max的日本独家发行权 也拱手送给了Konami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番外篇 同一年2008年 Pentavision改名为NeoWiz 吃一切长一智啊 眼疾手快 注册了一个专利 基本上囊括了触品音游的基本交互 渊渊相报 何死了啊 还好没有听说NeoWiz 起诉过谁 格局 在我们一般的常识里 游戏相关的知识产权 还是以版权为主 游戏里的美术 人物角色 包括具体的代码 这些都是收到版权 也就是著作权的保护的 比如任天堂 不仅手握众多大IP 而且到现在 手里还握有两部三级片的版权 Super Hornio Brothers Horny的意思就是勃起的 性饥渴的 Mario就变成了Hornio 任天堂觉得影片中的两位男性角色 观众一看 不自觉的就会联想到 马里奥和鲁伊基 为了保护自己IP的形象 任天堂买下了两部影片的版权 并永久下架雪草 不过相比于版权 专利主要是保护发明创造的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大型游戏公司要申请注册这么多专利呢 这是因为虽然专利权设置的初衷并不是如此 但它实际上确实起到了一部分保护玩法的作用 我们刚刚举过的很多例子 听起来都很像是某一种玩法 至少是玩法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感兴趣 找到这些专利的申请文档 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东西 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玩法得到了保护 但其实文档里都是被包装成一个技术发明来申请的 每一个都在程序层面上明确了画面展示的逻辑和流程图 非常繁琐拗口 因为专利保护的是技术 是发明 最少最少也得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题思路 如果你去找一个专利律师咨询 想要注册游戏相关的专利 他们也会建议你用技术术语狠狠包装一番 因为专利审核员不可能对每个技术领域都了如指掌 看起来越是复杂晦涩就越是容易通过 但只要专利注册成功 他们就变成了具有威慑力的 可以保护一个idea或者交互的法律武器 让竞争对手不得不在设计上就开始避免与你相似 虽然我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 就是玩法抄袭不算抄袭 因为如果把游戏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 艺术的创作过程本来就是互相借鉴 互相启发的 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 受到版权的保护 而且游戏作品里的玩法就像文学里的题材 你发明了一种体材 不能说就不让别人写这个体材的文章了 对不对 但是拥有更多专利 更好的律师团队的大公司 还是找到了方法 绕了个弯来保护自己的游戏玩法 这也是华纳从2015年开始 反复为中途事件摩托制营里 宿敌系统申请专利的原因 即使一遍遍被驳回 还是坚持不懈 弃而不舍继续申请 花了六年的时间 终于在某个专利审核员那里通过了 尽管这个游戏在整体上 是大量借鉴了其他游戏的 本期视频花了很多时间 在查阅资料和翻译文档上 也向我在某游戏大厂任法务相关工作的朋友 请教了很多 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 网上的讨论一般非黑即白 希望本期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框架之外的视角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三连分享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